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川普原本坚称 新冠肺炎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不过现在改口 不确定了 而且要重启贸易谈判 为什么风向出现转变 委内瑞拉指控美国派的佣兵 执行绑架政变的任务 而且他们还抓到了 两个老美佣兵 这下谁求大了 以及日本的今年国运比较差 奥运办不成 疫情控制不了 而且现在政治斗争 似乎还要台面化了 欢迎介绍今天的三位来宾 包括了政大国关中心教授 严正生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立委郭正亮 老奖 时事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就来看这个周末 美国官方公布了最新的数字 整个4月份 非农业就业人口的失业 大减2050万人 失业率达到了14.7% 这是二战以来最差的数字 这个数字是抵消了过去10年当中 美国因为经济成长 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而且其他的数字包括了4月份 经理人采购指数PMI 是10年来最低的 我们刚刚讲到这是领先指标 那落后指标部分就是失业率达到了14.7% 虽然说比外界预期的16% 来得稍微低一点点 但真的也是蛮惨的 请教授老师 因为有人说真的狗急会跳墙 现在美国整个社会 您之前驻美国也研究美国 你觉得美国社会最大的一个位报单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现在的失业率 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少数族裔 就是包括黑人 包括这个拉丁裔 包括女性服务业这种工作 然后包括年轻人 所以川普自己的 我们讲他的这个基本盘的 这些蓝领的这种白人的工作 还没有完全受到影响的冲击 还没那么大 但假使继续下去就会动摇了 所以川普现在如果说只是这个 那我觉得对川普的选情 当然有影响 但他基本盘不会动 可如果再继续下去 他的这个基本盘的失业率 也开始上来了以后 那我觉得就很严重 我们在美国学 这个失业率最有意思就是一句话 他说当你看到你的邻居失业的时候 那是经济消退 但是当你自己也失业 那就经济大拱荒 他就说到自己临头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些 我们看到最近一连串 各州的抗议 就希望赶快开放 赶快能够让他们回到就业 那当然这个回到就业里头 有些是担心说 我再不回去 老板习惯了 到时候就把我们 没差了 少年就把你解聘了 我觉得当时那个 我们亚裔的Andrew Young 他去选杨安泽 他选总统说讲过一句 他就是说在疫情发生以后 他说现在丢掉的工作 即使疫情回转 搞不好公司发现可以裁了 就裁了 不会回来 所以现在川普急的就在这里 急的就是说 希望这些公司不要习惯性 就让这些人走了以后不回来了 所以要赶快把这些 还没有丢掉工作的人稳住 我觉得这个是川普目前的政策 而不是说要救其他 因为现在救了一些人 说老话也不是他的选民 老实看事情还是比较从 今年大选年的相对来观察 川普现在最棘手的问题了 不过我给大家看一个画面 刚刚老师讲到说 如果别的邻居失业的话 这叫做经济衰退 自己失业叫做恐慌 但现在一般美国人 出去会看到的画面是 街头上面出现暴力的状况 是有增加的 好比说这个画面是在纽约的街头 我们倒不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警方是要维持着 街头的社交距离 但是因为街上的人数 还有我相信是累积一段时间的压力 所以看得出来街头的暴力 警方执法的动作 是比较往来的更加的激烈一些 即便是如此 四十三个周 依旧是抢着要解封 我们知道虽然说因为这个数字 没有预期的16%来得那么差 所以礼拜五的周末收盘之前 美国股市还是有一些反弹的表现 这当中包括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要重新谈 并没有像本来讲的那么的恶化 但是我请教一下委员 街头出状况 之前有个数字 失业率到20%的时候 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社会的一些动荡 那另外一个就是 PMI的采购指数是最直接反映 下半年预期当中的景气是如何 现在是十年来最差的 你觉得接下来美国的社会 最需要担忧的是否是 因为解封之后 第二波的疫情造成了更加大的伤害 我这个14.7就是比预期16好一点 可是还会继续恶化 基本上 真正的失业人口一定会超过3000万 我刚刚说那数字是4月31号以前 是啊 5月10几号已经搞不好快到18了 我看 超过3000万然后就20了 这个恐怕很难阻止 所以现在也听到了联准会又准备了另外三兆 说要川普要扩大财政支出 那就是说要创造就业 这个事实上 美国以前也搞过 比如说爱森豪时期他去修那个周际公路 那个可以创造就业 那 确实严老师刚刚讲的没有错啦 可是就说 下岗的人喔 其实不是你的选民也可能制造自然事件啦 对 更何况枪枝大量购买 而且川普讲说 即便 解封会死人 但死人也是没办法的事 达尔文主义本来就 总统直接这样讲 这个没什么 因为 英国跟美国这种思想本来就非常普遍 其实希特勒那个时代也是这样 就是 达尔文主义优胜啊 他只是不方便讲出来而已 那 对那个很资本主义的右派啦 一些共和党 他本来就认为你就是在市场上输的人嘛 你就该被淘汰的人嘛 民主国家选出来总统讲这样的话 可被 这社会接受 不因为 没有得生活的人 就是你要饿死还是病死啦 坦白讲这个就是一个残酷的选择 不我觉得啊 这个纽约市长 郭默他爸爸在1984年 讲的那句话最棒 他说共和党跟民主党最大不同是什么 他说我们都希望带着人民往前 达到目标 但是共和党在达到目标之前 发现这种老弱 就在路上就丢掉了 淘汰 自然机制 我们要自己要达到目标 可是民主党他们我们会停下来 大家牵着手 辅着他们 一起达到目标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个差别 最大的根本的差别 这个是民主党的说法 这是民主党嘛 共和党就会说你去拉那些人你就会达不到目标 会一起沉沦死 当然他的逻辑就是这样 不过之前在此刻之前 我们上礼拜 在三年我们这个礼拜三的节目还讨论到 在美方的一个心态 或川普的心态就必须要把这整个压力锅 爆掉之前找个地方去输压 当然就是对北京输压 那把这个甩锅出去输压的方式就是 把受一切责任就就责 中国大陆就对了 不过 看看这个口风是否改变 因为本来包括了川普 包括了蓬佩奥都说 这一个病毒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而且他们看过了相当多的证据 可以做这样一个合理的推断 但现在出现一个改口的说法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 并没有证据可以证实 这个病毒是人类基因改造的 美国的工会专家 佛奇也再次的强调 如果不是改造 那就是来自于大自然 也就没有什么是不是实验室外泄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其实包括了美国国家 情报总监跟佛奇的说法 都在川普跟蓬佩奥 说这是武汉来自于武汉 的实验室 之前他们都已经这样讲了 不过当中有些重叠的时间点 包括川普跟蓬佩奥 还是依旧坚持 是来自于 武汉实验室 没有松口 但到了 这个周末 改口了 蓬佩奥说 无法确定是来自于武汉 老大为什么会出现风向改变 第一个 不管是来自哪里了 其实就是说整个就是说 你这个 你川普拖延两三个月是事实 这个但是他要隐藏 他就说这个他全部就 先就甩锅给这个中国大陆 然后又甩锅给这个世卫组织 就他这样做 但是你不要忘了 后来现在就是说 第一个民主党现在要调查他 要申请调查他在疫情中间所做的事 做的情况 那还有这中间也包括 那现在在外面就很简单 一边的媒体全部都是好像 很多故事跟武汉有关 那另一边的报道 全部可能就是你美国自己有关 那还有很多政局证明说 包括日本跟美国在一起的 日本的共同社 跟日本的朝日新闻 是最早 就表示这边有几个病毒 不是来自武汉的 这是第一个给你那个 那另外他也被注意到 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疫情在哪不重要 你怎么把疫情解决最重要 那你现在人死亡人数世界第一 你这么多人 那你人口 你的人口 不到中国四分之一 就四分之一 然后你的这么多人得病 那这个是你自己要有问题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欧盟 他现在就要成立 搞得最重要就是疫苗 你现在讲什么用都是疫苗 所以欧盟他成立了一个 他飙了75亿欧元 他现在只募74亿 他74亿欧元其实那一亿是要给美国面子的 就美国你也来参加这个合作 就夹着一亿 他留了一亿美金让美国来 那在这个情况我想就是说 他川普这个时候发现就是说 甩锅对他不一定是那个 你甩锅甩不掉疫情嘛 你最后是还有一个东西追究 这个东西这样 你说是武汉 只要有一个例不是武汉在法律上 这个就推翻了嘛 老大意思就是说 因为时间多长了 即便是来自武汉的话 你也无法 脱口说完全这疫情扩散 对所以我给他做个打优势 川普他开始就想连任嘛 刚刚严老师讲的很多都在 包括死谁不死谁都考虑嘛 自己的选票不要死嘛 不是自己的选票死在多也没关系嘛 所以川普总统想在座 防疫他不能承认错嘛 他就想甩锅甩中国嘛 发现不妙 那收锅嘛 一是美国国会要对他调查 在防疫过程当中有没有失责 民主党要提出来嘛 要对他在这个期间 还有这个期间 假如这个期间发现了 更早的病例 是来自美国情何以看 可能有这些原因 还有你的确是 你的确是一个生化基地 你关门这是事实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他就会 但最重要的 美国人不管你来自哪里 美国人状况我不要看到 那刚刚研讨师讲说 我隔壁失业 那这是经济萧条 我自己失业是经济恐慌 那讲解很清单嘛 隔壁得病 我觉得这个病 我觉得这个病要命 自己家得病 我没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 最现实的问题 除了川普跟蓬佩奥在疫情 该不该归 就于北京改口之外呢 美国的商务部 也朝你准备要更改 他们本来既定的一个法规 准备允许美国的企业跟 华为合作 要限华为限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前几天还要求所有美国的企业 对于中国大陆科技有帮助的 技术产品都禁止输出去 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晶片 但现在由商务部带头说要改变一些规定 允许美国的企业跟华为合作 共同制定 5G的新标准 从一开始要斩断供应链 斩断所有对中国大陆科技有帮助的产品 到现在 跟华为合作 郭委员这个转变只不过是在十来天之内的事情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因为他观察了啦 就5G标准的那个制定委员会 因为美国一直不去嘛 他市场也没有5G的公司啦 那去了大概都是北欧跟中国 那他发现华为的 发言的声音跟份量都很大 那他就觉得他如果不参加 他可能会落后两年左右 那这样对他是不利的 不过这个跟提供零组件 那是两回事 零组件他还是要 这个每隔几个月就要再审查 他还是这个程序他现在还没有放 那至于半导体 设备是不是对华为要做进一步的限制 这个还不清楚 现在只有说 这个制定标准我也要 我也要参加这样 当然这个会外溢到我们刚刚讲的零组件 还有包括对半导体设备的使用 这个有待观察 这个还有待观察 但是不可否认 视食物者为俊杰 是川普政府调整 我是让 中国最近也恢复对美国做大豆采购 是 他最近订单就是110万吨 所以 其实我觉得双边我坦白说啦 都有硬的部分也有软的部分 像今天传的最新的消息 是德国的情报单位 对 他就认为 美国传出来那个五眼联盟手中有实验室外泄的证据 他认为那个是假新闻 我们等一下第二段也会讨论到这一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市长你可以看到 人家还是主要还是看到 比如说中国可能你一开始有隐匿的部分 可是外泄大概就 欧洲就比较少谈了啦 所以你说有软有硬 川普政府也 的确 相当灵活 调整也是很快速的 川普是弯道超车 全球第一名 刚刚说到采购这一部分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因为在 第一轮的 贸易协定谈定之后 最新的状况是 这刘鹤跟 美国的代表 莱特海泽又再一次的通了电话 这是第一次达成DL之后 他们第一次通的电话 谈什么内容呢 就是谈采购的速度还有量 来 本来第一阶段 目标是760亿美元 但到了4月份为止 只达标了220亿 所以采购的速度有些落后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回归到你刚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到 大选年 观察所有的事情 都跟川普的民调 数据思维有关联 现在川普要究责 本来对北京 但态度稍微有些转变 不管是在科技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说在 病毒的部分 都有开始口风变 追根究底 有人说就是因为 采购的问题 因为 如果你看 761跟220亿 差了三倍的 你要再补上三倍 担心如果 包括他自己的票仓 大豆跟猪肉这些粥 如果采购的量没有到的话 川普的票就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如果研究川普 就好像我们刚到美国 在德州读书的时候 我看了个电视的时候 德州那个气象播报员讲 他说 假使你不喜欢德州的气候 现在的话 他说 Stick around 停一下 停两三个钟头 就会改变了 川普大概就这样 他忽然今天这个政策是什么 你觉得怎么会讲这种话 第二天又改变了 他自己 你看他那个记者会 记者说你昨天就说这个 他说我没有说 他就改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 就看川普要这样子看 就是他随时在改变他的政策 然后他不断在看民调 对他也没有利 我相信他已经看到这些 中西部一些农业州 包括爱河华州 包括威斯康辛跟米利索瓦 他们这些有农业生产 因为现在 我自己看到的资料是好多 在摆在silo里头 那个大的桶里头 都已经出不去 如果再出不去 他们就问题蛮大的了 因为这个 你已经都满 那个当然可以帮你 调整温度 湿度 所以你可以放在那里一阵 可是当你满的时候 你还是 田里头还是要种的话 你就生产就有问题 所以我相信他也看到 因为爱河华州的一些农民 支持他也跟他讲 就是说你再不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票可能都会流失 所以今天他一定要改 一定要让这些东西出去 那现在比较麻烦就是 好像人不能动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大部分包括在台湾也是 就是cargo非常好 包括我们的一些 这个载客的都改载cargo了 所以载cargo没有问题 那当然就希望这些豆子能够出去 老师的观点就告诉我们了 因为美国农业州的仓库 满了 让川普现在打北京 就算要打 也不能够打得太狠 对 那他稍微 不要伤到自己啦 他会态度有点转变 原因是这个原因 好 因为还是要靠中国的采购把这些农产品给消除去 消化掉 消化掉 这个消除去 都关着他 每一个关键座的选票 没错 我们还继续聊 聊到这个情节 真的跟 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一模一样 会不会美国到了压力锅的边缘 就来 到别的国家去搞政治 我们回来聊